大家好 正如我之前經常都說 這次的美國總統選舉 是充滿混亂、欺詐、血腥 最後終於連槍都被我講中了 現在特朗普被指煽動支持攻擊國會 民主黨的議員會提出彈劾案 但你看到道指或美股再創新高 真是氣在後頭 究竟這個亂局會如何繼續影響全球的金融市場 拜登上場之後 大家又應該如何做好新一年的籌資部署 大家記住參加12號和15號 我和侯師傅的Webinar 到時見你們